字幕提供 是否很有型, 我叫Gogi 是威爾斯哥基犬 你們不是看不出我去運動見張的嗎 威爾斯哥基屬於中型犬 來自英國的威爾斯 原來在威爾斯語中 哥基就是解矮犬 因為它身高只有10至12吋 手、腳還很短 你這麼矮, 做運動會不會很差 看小我,讓我給你一點顏色 現在是否想展示給我看 好 我覺得哥基會跑步和撿波波 跑步撿波波這些小儀科 現在才是厲害 各位觀眾,看我跳得多瀟灑 誰夠帥 哥基真的很厲害 為何可以跳得這麼高 大驚小怪,給我一個籃球 不是吧?嘗嘗,哥基 哥基 加油,加油 同學,你別看我很矮矮胖 其實我四肢結實有力 站在這裡入瓶也完全沒有難度 好厲害 哥基,請你吃東西 好… 他真的活力充沛 又跑又跳,也不累 他平時運動量是否用很大 哥基屬於粗木犬 他負責是木牛 可想而知他的運動量有多大 所以你平時照顧他 就一定要充足運動 他才不會過肥 我一定那麼容易肥 不過我不可以輸給你 我一定要挑戰這麼困難的東西 我覺得八月二的狗仔會咬難些傢伙 同學仔,你在這裡畫我嗎? 你實在太不了解我了 我只是喜歡玩而已 剛好有塊滑板,入瓶你也會 滑板不懂了吧 誰敢說我不懂 快拿一塊滑板來 他真的會滑板? 讓哥基示範給你看 是吧? 快點… 他真的踩上去 現在你們相信有運動天分嗎? 給點掌聲 謝謝 真是太厲害了 我真的要拜哥基為師了 你知道這麼多東西 Tony,其實訓練哥基 是否很輕易易舉的事呢? 哥基比較聰明 他喜歡跳跳紮紮 所以在這方面的項目 他會做得比較好 其實他們天生這麼聰明 是否也不用訓練? 也不是 因為如果越聰明的狗 因為他越主動 牠會做很多事, 引你注意 會在家裡搞破壞, 亂拗東西 大小便, 諸如此類的問題就會有 所以越聰明的狗, 反而越要教 原來Konie姐姐教你這麼多東西 是因為你一一百厭狗 我才不百厭, 今天玩了一整天 還是時候先休息一下, 再見 其實哥基是我最喜歡的狗狗 因為牠的身形、外貌 都完全不合比例, 整隻叉湯人物 經過今天, 還知道牠是一隻運動劍匠 看來我真的沒辦法不愛死牠了